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根據多家外媒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打算宣佈 禁止抖音的國際版TikTok 繼續在美國營運 在昨天 特朗普從白宮啟程前往佛羅里達州之前 他跟記者說到 正在關注抖音的問題 他還說自己可以利用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或者是簽署行政命令的方式 來執行針對抖音的行動 他說明自己作為總統是有這個權力 為何特朗普會特別注視抖音這個議題 有知情人士跟彭博社說 說鑑於抖音會有收集個人資料 美國政府一直都在調查 潛在國家安全風險 我相信特朗普現在針對抖音 其中一個導火線 就是上次他搞造勢大會的時候 有大量的抖音用戶 特朗普去按了門票 按了飛仔 然後故意放飛機不出席 造成了特朗普造勢大會冷冷清清的場面 當然這個是刻意營造出來的 使人感覺到特朗普似乎在國內不再受歡迎 製造一個假象出來 若然那些人不去按飛的話 可能是爆滿也不一定的 我相信這個就是特朗普針對抖音的導火線 當然 上次造勢大會的事件 其實對於很多美國的政治人物來說 都是一個當頭棒殼 正正是告訴他們 原來一個小小的手機APP 是可以對於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存在著非常大的干擾作用 所以他們開始警覺性高了很多 不過我認為 就算沒有上次造勢大會的導火線 遲早有一窩 特朗普都會找機會向抖音開刀 因為他根本就知道 這個APP在關鍵時刻 他會發揮作用 就是會影響總統大選的結果 現在他宣布要禁止抖音的國際版 在美國繼續營運 肯定會遭到不少年輕人反對 因為這個抖音 TikTok的目標受眾 就是那群年輕人 就是專門拍一些不需要動腦筋的片段出來 去吸引眼球 其實某程度上 這個也是中國的本事 他可以做一個手機APP出來 輸出到全球青年群體中 這個絕對是中國的軟實力 忠然抖音這個平台中 所承載的短片內容 是多沒有文化水平 多麼惡俗 多麼低劣 他的確在外國的青年群體中 是受歡迎的 當特朗普說要禁止抖音在美國營運 這個消息傳出以後 市場上同時也傳出另一個消息 就說 微軟正在欺負抖音的國際版TikTok 不過 根據最新的外媒報導所說 就說特朗普似乎不想就此解決了這個抖音的問題 似乎特朗普想把抖音從美國完全連根拔起 避免夜長夢多 因為現在距離大選的日子 已經剩下100天都不夠 這個抖音的問題 其實也是標誌著 中美新冷戰已經延伸到科技範疇 變成了中美科技戰 大陸的手機APP抖音 遭到美國方面的針對 至於美國的四大巨企 Facebook Google Alphabet 和Amazon 在星期三出席了美國國會的反壟斷聽證會 這個聽證會的內容相當精彩 因為這四家科技巨企的負責人 紛紛在聽證會上向美國表忠 而且還瘋狂地踩低中國 到底他們說了些甚麼 Facebook 行政總裁朱克伯格 在他那篇演詞當中 完全標榜著愛國主義 不過這個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是美利堅峽中國 他就說到 Facebook 是令人自豪的美國公司 美國的經濟建基於民主、競爭、包容和自由表達的價值觀 很多其他科技公司都擁有這些價值觀 但我們不能保證自己會贏 例如中國正在建立自己的互聯網版本 而且還將他們的價值觀出口到其他國家 朱克伯格竟然在2020年的今天說這番話 實情他在兩三年前 仍然是好恨將Facebook的業務擴展到中國那裡 當然現在就注定了一定會失敗 中國根本上就不會開放的互聯網市場 給這些美國公司 中國本身已經有他們那一套 正如朱克伯格你自己所說 比如說你要搞這些社交平台 中國已經有微博 和微信的朋友圈 已經完全取代了Facebook的功能 如果你要進入中國市場的話 又不肯把控制權全面開放給中國的話 根本上到最後都只是談不攏 在聽證會之上 朱克伯格也是為Facebook收購 Instagram和Whatsapp去辯解 他就說縱然是完成了相關的收購行動之後 Facebook所能夠分享到的廣告費 都只不過是不足全美的百分之十 所以就構成不了所謂壟斷的情況 至於抖音國際版行政總裁梅耶 他就批評朱克伯格是忽然愛國 而且他還評擊Facebook 試圖模仿TikTok的功能 他呼籲要公開和公平的競爭 實際上他罵得沒錯 朱克伯格之前為了打入中國的市場 都不知道放棄了多少原則 不過現在已經走到盡頭了 因為他一定要鞏固在海外的市場 美國的市場 他就現在不用再想中國的市場了 因為之前你都打不到進去 現在中美都進入新冷戰格局 更加知道不用想 另外Google行政總裁Pitch I 他就在聽證會上說到 目前除了少數項目以外 根本上都不會服務中國的客戶 而且他還說 對於支持美國政府感到自豪 換言之又是要向美國表忠 實際上這些科技巨企 他們就是要借助這種愛國情緒 來轉移視線 來逃避有關壟斷的指控 究竟他們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 就一定要聽其言觀其行才能證實 口吵吵吵吵 很多人都會吵吵 中國更加多人愛國 到底中國有多少人真正愛國才行 好了 美國的科技巨企就紛紛表忠 但是汽車製造商特斯拉Tesla 他們似乎是反其道而行 走去拆中國和中國人鞋 Tesla的行政總裁馬斯克 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說到 說中國人非常聰明 而且勤奮 反觀美國非常自滿 當你經常處於領先位置 你就會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但是太自滿的結果 將會導向失敗 其實他對於中國人或華人的稱讚 都是很客觀的 勤奮而且聰明 因為很多華僑去到一些落後國家當中 往往經濟操控在他們手上 因為他們全年365天都不用休息 而且很早就開舖 好夜才收舖 事實上是勤奮 亦精於做生意而聰明 這件事就沒得好說 是事實來的 但是批評美國那些事情 到底他是在進行間言 還是在踩美國人 當然要馬斯克本人才知道 但是他在敏感時刻 說出這番說話的時候 客觀效果就是令到 中國人聽完之後很亢奮 你這個行政總裁都去讚賞中國人 不過馬斯克所說的事情 其實都是不盡不實的 他批評 Tesla在所有的美國汽車製造商當中 獲得的政府補貼是最少的 但是有些美媒整理了數據以後就發現 原來Tesla獲得的美國政府補貼 已經超過了49億美元 所以這些真是人心不足蛇吞獎 而且他講出這番說話 究竟是真的在讚賞中國人 或是根本上Tesla那些產品 是要消往中國 所以他故意說這些 來刷鞋 真是心知肚明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